我十年前就認識他了 他現在一直都還是保持這麼年輕的狀態 他是 應該是十幾歲的時候從越南到台灣 然後呢 據他爸爸不好說 他從小就對文藝很有天分 所以他對越南文是很熟悉的 到台灣之後對中文又 又可以掌握得非常好 他是清大中文系 中文所 中文博士 他現在是中文博士 已經念完了 所以中文不會是問題 那越南文 我肯定應該比在座都要好得多 那我為什麼會認識他呢 是因為十年前我們看《四方報》的時候 《四方報》是 一開始是越南文 那我在網路上就 喊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跳出來 那原來他懂 那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幫手 所以他是《四方報》的到目前 也不是到目前為止 就是首席志工 第一 就是那個什麼 合唱團有個首席對不對 那首席站下來就是首席 就沒有辦法 別人就沒有辦法插隊 而且他就是堅持 他個性也是很 很硬的 我那時候本來希望可以 津貼他一些費用 因為《四方報》後來慢慢就上國道 不過他也是這種 他要大錢就不要小錢的人 所以他就堅決拒絕這件事 就是我們一直保持非常純粹的這個 朋友關係 那他大佛事也念完了 我覺得他讀了非常非常多東西 而且可以跨中文和越南文 這兩個領域 這台灣是非常難得的人才 那很高興他 你是第一次來演講的嗎 六次 六次了嗎 我上次獎獎 有四次獎獎 因為他想過一次 喔 可是太久了 沒有很久了 沒有很久嗎 那個年初的時候 年初就很久了 我們一個月有四十場演講 我怎麼記得 我們現在這邊書店是靠演講在尾聲 因為賣書就不太能尾聲 可是演講 一般來說是收費 或者像這種不收費 就是政府 會贊助這些 補助這個錢 那 如果有人 待會看到有人走上 走一下 那個是他們在三樓上課 那個是上語言課 今天上的是太遠課 那也是我們的一個收入來源 好 那 都到了 我們就 我們就請大家拍拍手 歡迎國藝文 好 謝謝大家 那個 這是我第二次來這邊演講 上一次是 大概只有五個人 就反了我的親口話 我不知道七個人吧 那時候是講越南的 這麥克風有聲音嗎 有 越南的商戶文 那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那個 對啦 其實這些題目都很冷門 包括今天的 題目也是很冷門的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叫 靜靜的混合 那為什麼會 這個作者叫潘蕾 好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作者 因為他好像是我爸的偶像嗎 還是我爸很耿於懷的一個對象 因為我爸 文藝青年 但不成氣候 所以 他就跟我說 其實他小時候在越南 他有看過一些電影是潘蕾拍的 然後他說為什麼他來台灣之後 就潘蕾這個人消失了 就是你在台灣的任何的媒體 或者是 就沒有人談到潘蕾這個人 可是那時候他記得他年輕時候 潘蕾是非常紅的 那 後來 我就說 那我就記得有這樣的一個人 那我也 我 因為我念中文系 所以我會去查 可是我確實也沒有聽到 就是 也沒有辦法查到 真的有潘蕾這個人 而且我爸還 不記得他的 他的名字要怎麼寫 還要問 然後有一天 不小心我去書店的時候 忽然間發現了一本書 那也大概兩年前 叫不亡滋生 然後他是潘蕾回路 而且下面還有一個書腰 那我把書腰扔掉 心不了情 導演 然後心不了情 心不了情不是那個 劉青雲跟袁詠儀的那個 是更早之前的心不了情 因為那有一首歌非常紅 就是心不了情那個鋼琴前奏 那原來他是那個 那部電影的導演 那我有在Youtube上 那部電影看完 那我就買給我爸看 我說是不是你 你要找的那個人 是不是這個 然後他說是 好 那後來研究了一下這個人 覺得他 他的經歷真的非常的豐富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 他不見了 那可是這本書 後來這本書 他的回憶錄 竟然是 國家電影資料 基金 國家電影資料管幫他出的 你就會說他會被放在台灣的華語 華語史裡面去講 可是文學史上是不太會去提到 應該說應該沒有人注意到這個人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看一下 這個人他寫的這個小說 他說《靜靜》跟《紅和》是很特別的一部小說 然後跟他底下的 1940年代的 匪悅的 呃 的 情況 好 這是二 2014年3月的時候 回到電影資料館幫他出 回憶錄然後新書發表會 那後來已經發現 我滿多那個資深的編導的出席 然後鄭沛沛也出來了 然後 楊姓楊沛沛也是那個很奇怪 那就是那個很厲害的那個演員出來 那老先生已經很老了 那就是他現在 他現在還在台灣 他住在養老院裡面 差不多高零90 旁邊是理型導演 我是見過理型導演也是很老 他出席電影的 後來有時候也是主的館長 那班蕛後來去查了一下 他其實他有很多的身份 就是他是一個藝術家 可是他最有名的是 他是邵氏導演 他的頭銜 像是導演 那他曾經在 剛從大陸 一種眼剛從大陸來台灣的時候 他擔任中影的電影編程 就是包括編劇的意思 然後他拍過了一些 電影 我相信是在台灣的電影史 或者說整個華語史 是相當需要重視 比如說台風 台風他是拍 在台灣 台風是有在亞太影展 滿受重視的 在韓國亞太影展 然後海灣風雲是跟 應該是金門湯風雲 好 他是在講那個 那個 國共對抗的那個在金門的 的故事 然後跟日本合拍 情人石很重要 是因為 他是在野柳出外景 然後因為這部情人石 而野柳變成一個台灣的一個觀光的地點 是因為他 對 就是因為他 那時候野柳是一個很荒涼 沒有人注意到的一個小愚蠢 然後他拉一個外景隊在那邊去拍 情人石很漂亮 他是 他結束的時候是兩個女生 站在 一顆石頭的前面後面 然後再回首告別 然後後來那兩個女生也變成石頭了 然後就是野柳最有名的一組 就是三個 三個風光石 好 然後藍魚之歌 子貝殼 那花若時解 青人石好像是有入圍 不是入圍 1964年有入圍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 可是很奇怪的是 完全沒有人 任何人沒有報道提到這件事情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老的時候他在寫 講口述回憶錄的時候 他也不了解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 當然他還有一些很有名的電影 就是瓊瑤 子貝殼是瓊瑤的電影 然後他 他把瓊瑤的結局給改 然後瓊瑤夫妻跟他 就是在報紙上還 就是爭論一段時間 但是反正這些都是很不錯 就是他是很有名 1960到1970的作品 然後他1981年 因為拍完最後一部之後 他就覺得 激過了 因為那時候電影開始沒落 電視開始新奇 可是他就覺得他沒有興趣拍電視 所以他覺得會睡 這是瓊瑤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今天要談他的靜聽的紅殼 跟他做一個文學家的身份 那他是有被編到台灣的文學史裡面的 可是他變到反共文學的時期 可是在反共文學 這一段文學史 他是被非常 他在台灣的文學史的研究或者教育上 他是被非常簡單的帶過 所以其實你們知道有反共文學的時期嗎 或者是就算我們是念中文系 你知道有反共文學 可是我們真的去看或去了解的其實並不多 那所以 反共文學本來就在台灣的脈絡裡面 他不受重視 尤其是台灣接言之後 那麼 潘磊又是反共文學裡面的作家 都大概沒有人去注意到他 那當然他還有寫很多東西 包括他的 他有一些連長編小說有看什麼連續劇 那 可是他本來就消失 他配修之後就再也沒有提起 那他為什麼會來台灣 1949年 他本來是要帶他的老闆的 他當一個上海的銀行家的 底下的一個職員 然後他帶他們的親戚來 就是那個老闆交代他 所以你一定要帶我的媽媽跟我的弟妹來台灣 然後他就真的 帶他們來台灣 他本來是想說 帶他們來台灣 之後他就回上海 然後從上海回越南 然後去別的地方 可是沒想到 那是最後一班船 來台灣了 然後他再也沒有船可以回上海 所以他就留在台灣 好 在台灣有一些 所謂外省人 或者是 不是台灣本地的 來台灣 1949的時候來台灣那裡有 非常的特殊 像那個 就是有一個劇主在台灣拍電影 然後拍他們 哈利山 那個電影小組 然後台灣就也回不去 然後他就在一個台灣那時候 然後武戰1949非常的 非常的荒涼寂寞的島嶼走來走去 然後發現他們完全沒有文藝的雜誌 所以他就想要成立 他就創辦 他拿他自己的錢 為什麼呢 其實潘嶼 潘嶼是越南華人 然後他媽媽那邊得很有錢 所以後來他們兄弟妹分財產的時候 是真的有把錢寄回到中國去給潘嶼 然後潘嶼把他換成金條 然後就拎了一箱的金條來台灣 所以他很有錢的 可是他並沒有在台灣買房子 你知道嗎 他就開始去辦那個寶島文藝 然後把錢燒掉 去把錢花光了 然後他就只好 賣文為生 天啊 應該果然是少爺 他就賣文 他就開始瘋狂的寫稿 賺稿費 那 就 後來 就因為他寫了金金龍鴻河 然後有人指導說 你要不要去投中華文藝獎 然後他就去投 那1951還是52他就得獎 然後就拿到一筆錢 好開心 然後接著 可是那本書就算得獎 也沒有人幫他出版 就那時候台灣1949 195幾年出的時候 大家還忙著 亂七八糟 228才剛結束對不對 然後 國民黨才剛來 然後一切都非常的不穩定 然後中共一直在那個金門那邊 然後 一切都搖擺不定 所以 呃 非常貧困的那個年代 然後我們的 看來就很無聊 不是很無聊 很認真地把他的自費出版 可是他就 就賣得非常的好 這本書賣得非常的好 可是他沒有收到一毛錢 因為代理商不知道為什麼 就幫他賣書 可是沒有把錢給他 所以意思是說 後來我看法蕾的回憶 如果發現他做藝術創作 文藝創作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不要自己去做生意 他自己做生意的話 他後來都會虧錢 好 這非常好笑 好 那所以這是 我從他的生命中 領悟到 以後我也不會去做生意 然後 可是 再來其實他被引摸 因為他這裡 他是一個 他被標籤為 反中文學作家 然後同時他又跟主流的文藝界 關係親密 尤其是張道板 那個時候掌控 那個台灣比較主流的文壇 是張道板 那個張道板對他非常好 所以他因為有種種這樣的標籤 所以他就會被解研以後的台灣文學 研究給補視了 那什麼叫反中文學呢 我們來認真地了解一下 這個可是台灣文化部的 台灣大百科全書的定義 也就是說露前當前的官方定義 OK 那台灣的官方定義是說 1950年代 反共思想瀰漫台灣 那確實是 那國民政府來台後 極度的控掌重視 就是文定 這是文化部 掌控那個文藝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吃虧了 那國民黨 國民黨那時候在大陸 是掌控不了文力圈 就是我會有左派文學 那國民黨來台灣之後 就痛定思控之後 我一定要把這些讀書人 或這些 這些文學創作的人 把它牢牢的掌控 好 所以他們就 學乖了 所以去講 1952年 蔣中正就開始寫一個 反共抗二的總動員綱領 然後他開始要去開始掌控 台灣的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 然後 所以就是彈口號嘛 反共第一 建國第一 那又發表反共抗二基本論 這個好遙遠的歷史 那民生主義娛樂兩天輔述 我應該是最後一屆考高中考大學聯考 考三民主義 沒有 那時候我們還背了半個學期的三民主義 而且要一字不漏的背 用類似的意思去寫 那個孫中山的意思都不行 一字不漏 可是我還好我們就學修了 我們那一年的三民主義是改縮減回半個 一個學期 以前是要學整年 以前是要學整年 他就說一個學期 然後背 背了很用力的之後 然後發現 欸 那一屆林主義 我還好免考三民主義 我就超開心 因為我永遠都沒有辦法一字不漏的 對 那其實他那時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 1956年是有一個 戰鬥文 文藝活動 那個銀號放錯地方 好 那確立了反共文學的路線 那麼他們那個時候 跟官 就是執行官方的職義 或者是說可以跟官方比較 有比較好的溝通的話 就是張道反 陳濟 王岐崇跟葛協明等等 然後 這是 這個時代的背景 那 1950年代的台灣文藩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的潘蕾是 有名字有在上面 那我們對 中央日報 聯合報等等 那些都是 就是 反 以反共理財的作品 刊登一些作品 那 朱熙寧 大家應該 很清楚 因為他是 朱天欣姐妹的父親 蘇雪玲 謝秉 等等 這些都非常有名 那當然 那時候很受重視的 長片小說 叫藍與黑 那 旋風 底村傳 跟林表妹 那還有 紅河三部曲 那 紅河三部曲 非常的 不典型 他其實他是一個 很怪的小說 那 所謂 反共文學 作品呢 是 1950年代的 比較流行的一個 寫作主題 那 1960還是有的 那你看 這是官方的 就是文化部的定義 就是說他們是題材八股僵化 然後人物形象非常公式化 然後普遍缺乏真實經驗跟真實基礎 一直為人所詬病 所以到1980年代之後 台灣解嚴之後 這些作品就慢慢的銷售匿跡 這是文化部的定義 然後 潘蕾這樣的書 他夾在這樣的 呃 的 時代裡面 他就被故事 可是你會發現潘蕾 他的題材 不巴士 然後 潘蕾他的 裡面的角色是來自於 他自己 他是 他自己的 呃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他自己的人生的經驗 所以 那完完全全 裡面你可以說 他是很計時的 有很多 有很多東西是跟他的回憶錄式重疊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兩本是會搞混 哈哈 好